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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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台点 明天前呼 我们继续看 432厘 我们第五座才开始呢 我们这里是继续 要再拍这个摄摄摄沐鱼 那么怎么拍呢 他说邀摄金 善利 現在呢 我還要請問你 雖然你的意思 怎麼會給我回答 如世間所族 為依格為因 為依悟為因 這個在世間 那麼呢 眾生在世間會有種種的責任 這個叫做所族 有種種的行為 是種種的種植 請問這個種植 它是依格作為因 還是依悟為因 才要請問它這兩個問題 這個鋼呢 這是之前我講過 就是這個外頭 它一條無法的理由在哪裡 它就是說 世間的人 如果有要猜出行動前 他們就會說 我要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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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先起這個分別 我要做什麼 這個叫做角 所以現在就問 是因為這個角作為因 它才會猜出行動 或是依悟為因 還是依悟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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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依悟為因 還是依悟為因 那麼現在 你還接著是由我來做做的 那麼呢 就不合理了 因為如果他各作為因 這樣就好了 不需要還有我 你還接著有一個我來做做 這樣是不合理的 因為他呢 最首先就接著我 要去這個分別 要做什麼 我要來做什麼 我要來做什麼 既然如果沒有我 那麼我們中生呢 不應該說 我要來做什麼 不應該這樣 所以現在呢 就是因為有這個分別 所以呢 表示說有我 那麼有我 現在這個最後的作作 是由我來的 還是由分別來的 那麼現在呢 如果是由分別來的 分別作為因 會可以猜出行動 那麼呢 你這樣說 接著有我來做就不行了 就是這個分別心 在採取行動的而已 一定不是我 如果呢 由依悟為因者 要先輸各頂有所作 非應得利 如果你如果說接著我 是主因 前後才會採取行動的 不過呢 這樣也不理了 怎麼說呢 因為去連我是主宰的嘛 我是主宰的位 他隨時要做都可以 不過呢 他還要先輸各 他會可以猜出行動 他如果沒有輸各 就沒辦法猜出行動 如果沒有先分別 沒辦法作作 這樣呢 也不理 這樣那個我 就有一個縮白了 就不說該主宰 那麼我們看這個主宰 如世間所俗定講 主哈人第二陰 這段的就是要來跟我們 問這個第二陰 這樣 要來問這個外道 意 那種第二陰的接種 這過去也說過 第一個陰的就是先不輸幹 他自然就有那個我的分辨 第二陰的就是要先輸過 它可以有種種的責重 這叫做第二陰 這叫做第二陰 如見識 問生定 寄責重 知識厭 改説間立國 明説間所俗 什麼叫做説間所俗呢 他說很像這個見識 眼睛去見識 或是避空去聽聞音聲丁丁 還有呢 我們有種種的責重 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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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跟 awl 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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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延 Sixty 責重 責重 se begin 身 設責重 為陰 為五 為陰 所以現在就先對他跟你的接著 來問 來給你看 你所接著的 有一個我 還有一個角 那麼現在到底是角作為陰 還是我作為陰 才會猜出行動 那麼角非正五 五非正角 為甚麼要這樣問呢 因為這個角並不是我 我並不是角 這個角是什麼 角其實就是分別 心的分別 那麼心的分別其實在哪裡 以五 五來說就是這個色相性色 這個第五的色紋 那就是分別心 是由分別心來採取行動的 或是由我來採取行動的 因為那兩回事 因為我得他也同意 我並不是五 五 所以這個角並不是我 我呢 也不是角 不過你所說由五角來作種 這就不合理了 由我 那麼又去分別 分別由我 再來採取種種的行動 所以到底是誰在做的 這個親像於這個問的 很容易了解 所以在這裡就定義說 可以來破讀這個外得 我 集中有我的這個訴訟 那麼下面呢 我們繼續看 由你和所用 所俗屬因 相 無相 矣 再來呢 你的心怎麼想呢 這個所俗屬的因 它是相 還是無相 這個所俗屬呢 就是所作的事 那麼所俗屬的這些事情 這些工作呢 它的因 一定有一個因 比較有這些所俗屬 所以叫做所俗屬的因 那麼所俗屬的因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靈俗的人 因為這個事情呢 是人去做俗的 如果沒有人跟俗屬呢 那個所俗的俗呢 是沒辦法生就 沒辦法圓圓 所以這個所俗屬的因 就是靈俗架 可以做俗的那個人 那麼那個靈俗架呢 它是雙 還是無雙呢 現在問它這個問題 簡單說 這個所俗屬的因是什麼 就是我啦 你因為畫圓圓有集團 他有五 喔 那集團的就是靈俗架嘛 有這個我 這個靈俗架 採取行動後 那後面有這麼種種的收縮詞嘛 所以這個靈縮詞其實就是他所接到的我 那麼我是雄是無雄 下面他就回答了 用無雄詞出收縮音 貼時便意 寄五雄俗 不應得利 卡蘇說這個收縮詞的音 就是這靈縮詞 它是無雄的音 那麼這樣說這個收縮音 就是這個靈縮詞 它的體型就是便意 因為無雄就是便意 你如果說同意 靈縮詞是無雄的音 那麼你現在你再接到我雄俗 這就不合理了 因為靈縮詞是無雄的 你再接到我雄俗 雄俗是什麼 就是有責重 這個收縮詞的音就是靈縮詞 靈縮詞就是在採取行動的那個 那麼那個是什麼呢 你再接到那個是我 但是你現在現在你再接到你再接到我雄俗的 靈縮詞就是無雄的 靈縮詞是無雄的 那麼我是靈縮 這樣算不是變成我是無雄嗎 靈縮詞是無雄 但是我還是靈縮詞 這樣定義說我就是無雄 我就是變意 這樣也不對 因為我變意的威 我就不是真實的 他就不是雄俗不變了 跟你完全的一種就為貝了嘛 我們看這個主概呢 就是無雄定詞 為所作音 就是非無雄 是這比特的非無變意 如果這個所作音呢 就是靈縮詞 你如果動意 它是無雄的威 那麼你會了解 這個靈縮詞 它的本體 平原是無變意 非無變意 平原是無變意 它就是變意了 因為它是無雄嘛 那麼便不應接 五有所作 那麼這當時 你就不能接著說我就是有所作 我就是那個靈縮 因為靈縮比較有所作嘛 它可以有所作的行動 它可以優秀作為嘛 那這就不是我 為什麼呢 一、二、五是雄俗過 因為你一開始的接著 你就是動意 我是雄俗不變的 我如果是雄俗 就是無變意 但是我是雄俗嘛 但是雄俗現在又是無雄的 那麼我定義雄俗 那麼雄俗呢 定義無雄 但是我才是雄的 這樣在這裡就是雄違反了 所以呢 你說雄俗詞是無雄嘛 不對 不對 收俗詞的因是無雄就不對了 那麼雄俗詞 這無變意 無變優俗 不應得利 好啦 你如果說改變你的公法 說這個收俗詞的因就是雄俗詞 它是雄的 它是雄俗不變 這樣 那麼它如果是雄的威呢 它就是無變儀 因為無雄叫做變儀 如果當兵來說 雄就是無變儀 不過呢 無變優俗 這間無變優的屬物 不過呢 它建人可以有種種的作為 這樣也不利 因為這個責重呢 其實責重當下就是變儀 責重當下就是變儀 比如說我們在走路 我們有才走到某一個地方 這個也是一種的作為 那麼這種的作為呢 它有才走到那裡 其實這就是變儀 這就是變動 既然是雄的威呢 就不應該變動 如果如果沒有變動呢 就不應該有責重 那有責重就是有變動 所以這個 零作者 他既然是雄的威 就不應該有責重 不過呢 它是雄 那麼它還可以作為零作者 來猜測種種的行動 來勝出這個所作事 這樣就不合理了 我們看這個主概 由是雄定者 為雄作音 由雄是雄 是雄比貼的應無變儀 如果你若同意雄作音 就是雄作者 就是雄作者 雄是雄主的威 雄是雄主的威 不應該有作為 不應該有作為 雄的威 就不應該有變儀 雄就不應該零作 因為雄就是不變儀 不變儀就不應該有種種的責重 所以那個零作是什麼人 是我嗎? 也不對 因為雄是雄主不變 雄作就是有變化 有一個雄主不變的雄 要怎麼有做種呢? 因為它就是雄犯 所以你說雄也不對 以前說沒有雄也不對 現在說雄也不對 總共一句 雄並不是零作者 在這裡就是要拍這個雄 不是零作者 那麼下面的就繼續 雄逆何所謂 為雄動作 自誤 凌雄所俗 為無動作 自誤 雄所俗 又請問你 你的心怎麼想 你說好 我可以有種種的責重 我可以有種種的作為 那麼請問這個我 他是有動作的我 比較有種種的責重 還是說 他是沒有動作的我 比較有這些責重 這個雄動作自誤 就是我本身是有動作的 我本身是一個動作的 這樣 那麼沒有動作自誤 就是說我是不動的 這個我 我要來責重的進展 是不是要猜出行動 才可以責重 還是呢 我 按住在那裡都不要動作 就能有種種的作為了 這段就是要問這個意思 那麼 我猜有動作自誤 是有動作自誤 靈有所作者 是這個 最重 不應負重 這個 好啦 你說 是有動作的我 才可以有種種的作為 那麼這樣呢 就會變成最重 最重 既然如果是最重的 就不應該負重 這什麼意思呢 這個 這個 有動作自誤 就是我呢 是一個動性的 動性的我 那麼呢 比較有責重 那麼現在你說我 是雄主的嘛 我如果是雄主的我 這個動性的我 是雄主 那麼當然這個動性就是雄主 那麼這個動性的我 它本身就可以有責重了 對我一輩子 因為是雄主的關係 我永遠都存在嘛 所以這個責重 就永遠都存在 那種叫做雄主 那麼 如果雄主呢 就不應該負重 因為常常在責重 常常在責重 不應該負重 這什麼意思呢 譬如說 如果我們中生來說 我們採取行動 就是責重 不過呢 責重以後 我們的停止就不再責重了 等一年呢 如果想到要責重的時候 我們就再採取行動 再來責重 那個叫做負重 等一年呢 又停止 又不責重 停止一段時間之後 又採取行動 又責重 那個叫做負重了 現在呢 如果我是雄主的我 就是雄主 就是一直責 一直責 他採取的行動 採取的作為 或是說他的作業 就是一直做 永遠沒有停止 如果沒有停止的話 就沒有那個負重的問題 為什麼說負重呢 負重就是說 因為停止了 沒有做了 等一年呢 又回復重回來做作 做作 叫做負重 那麼我們看這個主題 有幽動俗是五頂夕 你接五雄 在修仙的這個外頭 你就是接到 我是雄主的 那麼有幽動俗 五領有所俗者 是這所俗 有應是雄 不應俗義 佛有所俗 如果你如果動義 是一個動性的我 那麼呢 它可以有種種的俗位 那麼這樣來呢 就會變成 所俗的這種種的 俗也會變成是雄 因為我是雄 我呢 叫動性 動性它可以做作 那麼我常常在動 雄 這個行雄都在動 行雄都是動俗的 那麼行雄動俗的時候 它就有種種的俗俗 做這個俗俗它也是雄 行雄都有的 既然一個行雄都有的東西 就不應該說做作以後 佛有所俗 因為我們做作義就是停止了 做作結束了 就沒做 沒做呢 待會兒再做就是佛有所俗 停止以後沒做 沒做以後再發動起來 又有做作 這就是有無雄有變法 那麼現在呢 你如果說我是雄主的 一個動性的我 動俗的我 它可以做作 那麼這種種所做作的呢 它也應該是雄雄 也是雄主的 一直維持下去 就沒有那個停止 還有呢 複俗的問題 不過呢 人實本理 不過以現實的這個環境來看 並不是這樣 為什麼呢 它說猶如 有蘭筋理關重色 關於後下 全像這個蘭筋一樣 這個蘭筋的 於理關重色 一處又一處去攀岩種種的 這個瓦停經 這個叫做理關重色 因為蘭筋 它是攀岩色電經嘛 那麼當蘭筋攀岩色電經的時尊 就是一處又一處去攀岩 但是攀岩之後呢 學生 攀岩之後就沒有看 我們現在看 但是呢 看一看之後呢 待會就沒有看 這樣 我現在看 但是看一段時間之後 我就沒有看 我們不可能說 因為我都看那個 色電經 我們在看色電經的時候呢 不說眼睛開尾就一直看 一直這樣 那樣的形象看 沒有 我現在看這個 我待會兒 眼睛念一下就沒有看 就再去看報告 那個叫做關二、福、社 這樣 再來呢 猶如妮筋 所所依處生子靈魂 又像這個年經一樣 他也是 接觸還有接觸 對於有這個眼神 眼神如果團過來的時候呢 他就能聽問到 所以也不是常常在聽 也不是常常在聽 音聲來我就聽 如果音聲沒有就沒聽到 就沒再聽 他就聽字 待會音聲來就靈魂了 那種就叫做學祖 那麼如是典用改回憶 相做 日是學祖 不管是眼睛 看色情境也好 或是相當聽音聲也好 這些種種的作用都並不是相做 因為我們不永遠一直看 也不永遠一直聽 他的聽字 所以不是相做 他是學祖 那麼你當中後不應得利 現在你這個有當中的我 那麼他可以有種種的所祖 如果是真的這樣 那麼這個所祖 他就要變成雙祖 就不應該是學祖 所以在這裡就有問題 就要違反到性感 現實在這裡的得利 再來呢 有無動作是五有所祖 無動作是二有所祖 不應得利 如果他如果是改變他的功法 他說呢 就是無動作的我 他可以有種種的所祖的這些事情 這樣 就是說我平無頂端 不過呢 他就可以成就這種種的所祖 那麼這樣來呢 問題也產生了 一個無動作性的我 他既然可以有種種的所祖 他可以拆除行動 他本身不需要當中 他是非動性的嘛 一個非動性的我 他既然可以有作為 這樣也不合理 他既然採取到那些無動作 就無作祖 無動作的我 近年又有作祖 這就有那個違背 那麼我們看這個祖改 有無動作是五有所祖 有五性無動作便非靈有所祖 他說說我會體性 若是無動作的 我按住不動 他的性是不動的 叫做五性無動作 那麼呢 他既然如果無動作的位 就不能有種種的作為 便匪於領有所祖 因為他是無動性的嘛 他不能動 不能動就不可以有所祖 言有所俗 主義相偉 不應得利 不然你說我 是一個無動作性的 不然他竟然可以有所俗 他可以來拆除行動 那麼自己的威就有相偉 你自己的威當中就有相偉背 我是一個無動作性的 但是他竟然可以拆除行動 好比我們說這個人 坐在這裡他不會拆除行動 但是你說他走到那裡了 一個不走路的人 一個腳沒辦法拆除行動的人 你有一筆 你說那個腳沒辦法拆除行動的人 他走到那裡了 這樣 這樣說這句話就自己有問題了 這句話裡面就有毛病 所以一個無動作性的我 他有種種的著作 這句話中也有毛病 叫做主義相偉 那麼就不合理 這樣 再來呢 有你何所俗 為有因果 無有所俗 為無因也 現在呢 還要問你 請問你的心是如何想的 好啦 你說我 有種種的著作 我可以拆除行動來做種種的工作 請問你 這個我要拆除行動的時候 是不是有一個因素 在那裡 比較好我來拆除行動 或是呢 並沒有人合的因素 我已經自然就能拆除行動了 這樣 問你這兩個問題 有有有因素 有有有因素 有有因素的威 那麼這個我呢 他就應該要由其他的因素 來發動我才能拆除 有種種的作為 那麼這樣是無合理的 這樣是無理的 這樣說的就不是我在做的 是那個因素的關係 你說我拆除行動 我是靈作者 這樣 我來做作的 不過我要做作之前 還有一個因來發動我來做 所以並不是那個我在做的 是那個因在做的 由那個因來發動我才能拆除 所以那個拆除的因是誰 正不是我 就是那個因 所以這是無合理的 那麼我們看這個主概 有有有因定價 有有因定價 無有所作 是者出無應代 有因 無有所作 如果你如果當意有一個因 有一個因素存在 那麼我才能拆除行動 有種種的責任 那麼這樣有什麼樣的結果呢 就是說這個我 他就應該要拆除 那個因才能夠來行動 我要來行動之前 要拆除那個因才能夠引發出來 這樣他才能夠有行動 那麼二言依偶為因 對自由所作 不應得利 如果這樣來說呢 依我作為因 可以有種種的責任就不合理了 因為這個外套呢 他最受限 他就是這樣一種嘛 一切的責任都是依我為 不過呢 我現在問你 我要拆除之前 還有其他的因來引發 你說有嗎 那麼這樣來呢 就不是我在引發 是那個因在引發 所以我作為因 來創作這些種種的事情 就不對了 是由那個二因 就是某一個因 來切動我來拆除 所以我不是因 是那個二因還是因 所以呢就是不合理 就不有因者 應一切時作 一切事不應得利 如果呢 你說如果不需要其他的因 其他的因都不需要的位 我就會可以來 有種種的這個作為 不需要因 不需要其他的因 我就可以行動了 這樣來呢 也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應一切時作 一切輸 因為我是最主不便 我是平常存在 我呢 我呢 我如果要來做種種的工作 不需要別人 不需要別人 幫我發動 我就是有那個自在的力量 我要怎麼做就怎麼做 就是無因嘛 那麼這樣有什麼樣的問題呢 就是會一切時作 一切輸 會參加這個問題 會參加這個問題 在任何的時間 就會有任何的作作 一切時作 一切輸 在一切的時間 就有一切的作為 這樣也不合理 這樣也不合理 不合理 譬如說你說我可以看 我可以 我靈見 靈聽 這樣 我是應該看種種的色情境 那麼如果是一切時作 一切輸 就是在一切時間 我就會一直看一直看 一直看色情境 一直攀連這個色情境 因為我就不停止 因為不需要因嘛 不需要任何的因 他自然就可以這樣了 所以在一切的時間來 他就是會這樣一直做下去 那麼這種就是無合理 那麼我們看這個主概 由無因定者 由悉無因 五有所作 你五是雄 應一切是他作 一切輸 如果你若同意 不需要任何的因素 我就會有種種的作作 你若同意這點的話 但是你所接到的 我是相主 是相主的 但是我在任何的時間都可以做作 因為不需要因 不需要因來幫我發動 不過仁實本理 顧背影理 不過如果以實質來說 並不是這樣 以實質來說並不是這樣 所以這是不合理的 如果如果是一切是作一切輸 那會拆軟去 不過以現實的環境來看 我們中生並不是說一切是作一切輸 所以你說無因的 所以你說無因的位也不對 所以你說無因的位也不對 由你何所欲 出貌為他祖國 靈有所作 為他他國 靈有所作 我再問你 看你的心如何想 這個我 它是依自自己的願國 有這種種的責重 它是為了自己 為依自我 就是為了自己 這個我 它要拆除這種種的行動 要有種種的責重 或是說要作種種的書 它是為自己的 它叫做依自我 或是依他國靈有所作 它是為了別人 它並沒有為自己 它是有種種的作作 或是為別人在作的 這樣 依自在別人那裡來作作的 這樣 那麼這是真的問題 有依自吃 出貌自作 農賓書庫 十點上市 不應得利 現在你說 這個我 它是依自在主既這裡 為了自己 為了自己的目的 依自在自己這裡 來作作的 這樣問題再來 這個我 他竟然會為自己 來作作這種種 老的苦 病的苦 死的苦 還有種種 斬軟的事情 這樣 這樣是不合理的 什麼人要苦 什麼人要斬軟 不過這個我 竟然為自己 創作這個 老病死的事情 這個病也是很痛苦 我 病是痛苦的事情 不過呢 我 竟然為自己 來作作這種種種的病苦 甚至將來會失望 這樣 這樣都不對 如果我 它有力量來作作 我有力量來作作這種種種的事情 又是為自己來作的 疑似在自己這裡來作的 他就不應該 阻塑苦鬧在中 這樣種種苦鬧的事情 他不應該自己來作這裡 那麼 有力主定賊 這個主概 有為他祖母有所作 是竹出母不應祖宗 老病殊殼殘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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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我 都是自己不願意的 你若會為自己不願意 不願意來接觸 不願意來受的事情 結果你自己自己把因法出來 讓自己苦惱 這樣是不合理的 不過人有事實 顧不應理 不過以世間來說 世間明明就有這個勞弁事 有這個苦惱的事情 所以這是自己做的嗎 不是 是我做的嗎 是我為自己做的嗎 就不對了 所以苦不應理 由於他吃 嫁我所做不應得理 如果是他自己在他人家來接觸的 這樣 那麼你說是我做的也不合理 也不對 這樣怎麼看 我們看這個主概 由於他頂吃 由於他五有所做 是這輝五零有所做 如果要依照在別人家 我會有種種的做 我是為別人 依照在別人家 我會有種種的做為 那麼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呢 就並不是我有辦法做的 是別人家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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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的心意要怎麼回答我 是別人家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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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在這個五零當中的 五零當中的 我沒有住 雖然不住在五層裡面 也不是我 不過呢 蓬五層也是有關聯 這樣 那麼為不熟 雲也 這就是第四的問題 我不是五層 我也不住在五層 在五層以外別的地方 不過呢 蓬這個五層 非常不熟 不熟 就是都沒有關聯 這是四的問題 就是現在 用這四的問題 再來問這個外得 問看它的看法是怎樣 如果妳如果集中說 就是在五層裡面 那四色按立有一個我 就是在五層裡面 叫五層做為我 我們請給這個五層為我 這樣 那麼這樣來呢 有一個問題 這個我 蓬五層就是沒有差別 因為我們叫五層做為我嘛 五層就是我 那麼我就是五層 我就是五層 五層就是我 我這兩個就變成沒有差別了 特別我們說他們是不一樣的 不過呢 你說集中有這個我 那麼它是第四最主 這種就沒有合理 我是五層 但是我又是第四最主 這個就不對了 那麼我們看這個主概 因為這五層就是五層 五層是無雙 那麼五層就是我 因為我貼五文並沒有差別 那麼五文既然是無雙 我就也是無雙嘛 五文無雙 我也應該無雙 因為五文就是我 不過你算積到我是雙子不變 所以這是不合理 所以第一點不對 由於自我們中吃 出五為雙 為無雙下 好啦 你說這個第一的問題就不成立了 那麼改第二的問題 這個我並不是五文 我不是五文 那麼我呢 它是住在五文裡面 以自文中 如果這個我 它是住在五文當中的位 我現在又問你 這個我 它是雙的 還是無雙 五文是無雙嘛 那麼五文並不是我 不過我呢 是住在五文裡面 那麼請問這個我 它是雙還是無雙 因為它是無雙嘛 無雙就是有變動 但是我 它是在五文裡面 如果我是雙主的 雙主就是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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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變動就有這麼種種的苦樂 你當著順境就有快樂 當著逆境就有痛苦 不過呢 這個五文 它會受到苦樂 會順應 如果苦就順了 如果快樂就離應 這個五文是這樣 因為它是無雙 因為它是無雙 會有苦樂和順應 那麼現在 現在 雙主的我 住在五文裡面 它也會隨時五文去受到苦樂 來順應 這樣也不對 例如說 我會受到快樂的離應 也受到苦樂的順應 當這個苦樂在變動的時候 它就有順應 那麼呢 就對在變動 既然它會受到變動的位 它就不是雙啊 因為無雙發比較有變動 雙主發不可能有變動 不過我會有苦樂 會有快樂 這樣也不合理 就沒有順應 起法 避法 不用得利 好啦 伯父你又改變你的公法 你說呢 這個我 雖然住在五文裡面 不過呢 這個五文受到順應 我並沒有受到順應 是這個肉體 色相相形色 在受苦樂的順應 這個上足的我 雖然住在五文心裡面 並沒有受到順應 這樣 不過呢 既然如果沒有受到順應的位 他會起法 起伏法的事情 也不合理 既然你就沒有受到順應 是怎麼 你會做生業 會做惡劇 你會起這種種發揮 起伏法的工作 因為我們如果受到順應 我們就會生氣煩惱 那麼如果生氣煩惱呢 就會採取行動嘛 既然你說沒有順應 不然既然沒有順應就沒有起煩惱 沒有起煩惱 既然人還可以生氣發揮 起伏法的事情 這樣 這樣 這樣也不對 所以你說的這個道理是不對的 既然不生氣發揮 起伏法 應自溫心 必項不起 由應不由共用 無順解脫 如果呢 若是沒有生氣發 還沒有生氣伏法的事情 沒有起煩惱 也沒有做種種的惡劇 好 你說這樣 若是沒有生氣發 還要起伏法的事情 那麼會怎樣呢 就應該這個 五、雲、心、北京都沒有生氣 我們是怎樣會有五、雲、心 就是煩惱 又加上 生氣發 起伏法的惡劇 那麼既然之後 讓你這四人的生命體結束之後 會一個胳膊體呢 又繼續生起來 那麼會一個胳膊體是什麼 也是五、雲、心 現在的五、雲、心、小別 那麼將來的五、雲、心 會生起來 為什麼 因為有煩惱 因為有發 非法的惡劇 如果你說我沒有起煩惱 沒有生氣發 非法 那麼應該你的五、雲、心 將來就不生起來了 就不生了 北京不起 那麼如果北京不起的惡劇 有什麼問題 就是不由共用五、雲、雲、改範 這個阿樂漢 斷一切的煩惱 惡劇 所以他的生命體結束之後 他的五、雲、心 是北京不起 那麼北京不起 走去對 他走去立環圈 走去這個大安、大助財的境界 那個叫做改範 在立環圈這就改範 不過阿樂漢要在這條解脫 他要消滅他的五文心 他的五文心必經不去 他不是冰冰無垢 自然就這樣 他是很辛苦在斷煩惱 很辛苦在受幸 很精神在受幸 那麼受到斷三戒的煩惱 他才能消滅他的五文心 讓他必經不去 這條解脫 那麼現在你說我 並沒有受到苦難的孫悅 以前他也沒有生氣發揮發 好啦他沒有受到孫悅 沒有去煩惱 沒有生氣發揮發的狀 他應該要五文心就不生了 那麼他這樣五文心不生 他就很自然這條解脫了 他不需要說受幸受到那樣辛苦 他就相向解脫 這樣也不對 俗世並沒有這樣 我並沒有解脫 並不是這樣 所以這段來說 你所接到的我 是有的 這是錯誤的 是不對的 我正在五文心這裡 那麼五文心是無雙 我說我是最自不便 如果你如果動議這樣 有的就會有後面這連貫的 毛病 連貫的這些問題會生起來 那麼時間關係 我們今天去講到這裡 密集中訓 是我們的 垂長 糟機 grid 順